I love you I love you too 一个是跳水皇后 一个是豪门贵公子 郭晶晶和霍企刚的爱情故事 有种想说照进现实的感觉 3月8年他们终于在2012年修成正果 举行了盛大婚礼 别人都是嫁入豪门 而郭晶晶结婚当天 不仅港媒统一用下嫁来形容 就连公共霍振庭在婚礼上也称 郭晶晶是下嫁的霍家 霍家感到十分荣幸和自豪 可见霍振庭对这位儿戏甚是满意 当初霍家给郭晶晶和霍企刚举办的那场顶级婚宴 完全碾牙杨颖和黄晶晶两亿的世纪婚礼 黄晶晶虽然请了大半个娱乐圈 连赌王的女儿都请得去 可对比郭晶晶的婚礼 即便赌王本尊亲自到场 也连个主桌都坐不上 婚礼上宴请的都是叱咤风云的镇上名流 主桌上除了双方父母之外 还有三人香港特首 以及约旦王子王妃等大佬 以及郭晶晶的伴娘吴敏霞 按理来说伴娘是不可以做主桌的 但吴敏霞不仅是郭晶晶的好友 也是曾经的跳水奥运冠军 霍家多年来一直注重发展体育事业 所以他出现在主桌 足以见得霍家对郭晶晶的重视 以及奥运冠军的尊重 除了镇商界大佬之外 如了全天花板级别的大咖也都首要到场 有成龙 刘德华 赵雅芝等等 如此庞大的阵容 怕是除了霍家也没有人能请得起了 除了阵容嘉宾也是一大亮点之外 新娘郭晶晶的礼服也尽钱奢华 普通人结婚最多三套 婚纱绣合金就付 可郭晶晶前前后后共换了12套 其中9套上百万 三套价值上益 脚上踩着的香满钻石水晶鞋 也是花费了将近600万 其余耳坠项链 这些首饰价格更是不可估量 一场婚礼足足闹了8个小时 得亏郭晶晶是奥运冠军体力好 否则婚礼办完不休息半个月都缓不过来 黄晶晶和杨颖婚礼是办给外界看 而霍家的这场婚礼就是为了独宠郭晶晶 不仅婚礼请箭上把郭晶晶的名字写在前面 还把郭父郭母安排得十分周到 怕他们听不懂语言专门配了翻译员 还有不管去哪都有司机负责接送 为了让郭晶晶安心 婚前给了他1000万的聘礼 婚后又赠予了一套价值良意的四合院 坐落在北京最豪华地段 霍家一共为郭晶晶举办了三次婚礼 除在香港外 还有郭晶晶家乡河北以及南沙举行的婚礼 这样的豪门谁不想下架 前提是你得是奥运冠军并且值得 无论在什么身份 运动员也好 结婚的婚礼也好 到现在有家庭 还是照样过日子 很苦时 我这一点是难得的 我觉得 婚后的郭晶晶为霍家辛苦 生下三个孩子 公公婆婆奖励他13亿 可即便腰缠万贯 他还是一如既往的低调 生活依旧捧黄无视 诺大的豪宅没有一个佣人 一日三餐买菜做饭 以及家里所有家务 还有辅导孩子作业 全部都是自己亲力亲为 夫妻二人的生活日常 更是节俭 朴素 和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 他们会去地摊讨衣服 也会在超市购物的时候 自己带塑料袋 平日着急出门 穿个土地土气的睡衣 登个几十块钱的国产鞋就出去了 这样的打败 让人感觉亲切的像个邻居 还有网友挖出 他用了头身只只五毛钱 这绝对是最接地气的豪门阔台 有人说他太抠了 也有人说他在地人设 甚至还有人嘲讽 他从奥运女神变成大妈 但其实他只是坚持了自己 或许刚才坦言 自己在认识国金金时 就被对方的朴实所吸引 而不管是恋爱 还是婚后过日子 他都始终没变 始终保持着这份难能可贵的朴实 说他地人设也完全是无稽之谈 他不是明星 不需要看维持人设 来获取流量和名气 更何况人家有着花不完的钱 所以完全没必要用这样的方式 把自己伪装得那么累去生活 有人说他们抠门 那时他没看到武汉疫情期间 父亲二人不仅捐款七千万 国金金还作为志愿者去社区 给困在里面的人群分发食物 还给他们做饭 这样人美心善的国金金 有谁不喜欢呢 或许刚真是捡到包了 最后祝愿他们永远幸福下去吧